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想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各地天气都算是相当的稳定 明天的话要稍微注意 明天虽然东北风还会再减弱 冷空气也会再减弱 但是要特别注意 就是温度的话 白天是稍微回升 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偏凉偏冷 大家早出晚归 还是要添加保暖衣物 另外就是明天水气会稍微增加 所以在阴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会转成云量偏多 偶尤有零星短暂阵雨 尤其在东北部跟东部特别当心 那么下个礼拜二的话 东北风还会再稍微的增强 不过这一波冷空气的话 目前看起来应该不至于像 在先前影响台湾的这一波那么强 但是还是要注意温度的变化 来看一下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台湾还是吹着东北风 但是实际上今天冷空气势 稍微减弱了 云量还是比较偏少 那么明天的话 随着北方的冷高压 往东面移动出海之后 东北风会逐渐转成偏东风 但是水气也会稍微增加 所以在阴风面的这个北部 东北部东部的话 云量会增加 会有局部零星短暂争雨 那么相信之下 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就比较不受到影响 下礼拜二礼拜三 还会再有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那么到这个下礼拜三开始之后 水气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减少 所以提醒大家在外来几天的话 稍微注意有北部跟东部 如果有规划一些外出行程的话 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降雨几率会稍微的提高一些 来看一下在这个降雨的区域部分 最主要就是礼拜六 我们今天是稳定的 礼拜天的话 最主要是水气稍微增加 所以阴风面的 尤其是东北部跟东部的话 会比较容易下雨 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那么在这个未来四天的降雨区域图 上面可以更明显的看到 最主要下雨的地区 就是我们东北部跟东部 那么水气比较明显增加的时间 可以看到礼拜一 礼拜二到礼拜三是水气最多了 甚至要留意局部地区 可能雨势会比较明显 有什么东北部 宜兰花莲附近或是基隆北海岸 稍微的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在这个温度趋势的部分的话 北部来几天温度会逐渐的回升 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偏凉偏冷一些 那么白天高温 大概从礼拜天开始会回升 大概17 这个清晨低温是17到18度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 大概20到21度左右 所以其实一整天还是有点偏凉 因为最主要就是云量比较偏多 所以温度的变化不算是很大 但是中部之夜温差就会比较明显 低温大概在14到18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24到25度 所以这个早上跟晚上还是比较偏凉 偏冷 南部的话也是类似 但是南部清晨低温稍微高一些些 可以来到16到19度 在白天的高温的话 大概在24到26度左右 那么看一下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北部跟东北部东部的话 云量可能就稍微增加了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尤其是东北部降雨气率会比较偏高 要稍微注意 那么在明天白天的话 也是类似的情况 北部东北部东部降雨气率都比较偏高 桃树苗以南 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明天还要稍微注意的是 我们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有机会来到这个橘色的灯号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所以有一些歪处形成 比较敏感 这个呼吸器官比较敏感的人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